2020年是香港的第二次回歸 1997年的問題就由今年開始去解決 大家好 我是林林 在節目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訂閱、分享和讚好我們NTT Media 訂閱了沒有呢? 那我們就開始啦 喂喂喂 市政報告出來了 香港這一鍋由90年代開始煮的滾水 終於就要開始降溫了 在開始之前就提提大家 如果需要字幕的話 就按一按片段右下角的CC字樣 就可以開到字幕出來的啦 明明施政報告連年都有 做甚麼今年特別興奮呢? 今年10月中的時候 特首林鄭月娥就宣布要押後發表施政報告 大家很自然就很期待 等了一個月的施政報告到底有甚麼特別 今年的施政報告是特區政府 終於著手解決 由1997年開始遺留下來的問題 嘗試由根本幫香港降溫 2019年特區政府面對的挑戰 是由目共睹的 今年的施政報告非常強調 同國家之間的融合 同國家融合這個命題 其實每一年的特區政府都會說 但並不是每一年都有很明顯的實質改變 2020年的施政報告 特區政府就諮商國家意見 除了希望可以獲得國家更大力的支持之外 更想好好地配合國家政策發展 令到香港可以有效地落實一國兩制 所以為甚麼在片段一開始 我就形容2020年的施政報告 嘗試幫香港這一波 由90年代開始煲的滾水降溫 90年代末 香港最後一任的港督彭定康 就有心玩東西 在香港推行了一系列所謂的政治改革 當中包括解散警隊的政治部 令到香港的警隊 架構內完全沒有了 與國家相關的情報機關 還有發起直選直通車 明明英國殖民數十年 都是沒有選舉權的香港市民 但偏偏在1995年 決定香港立法會選舉全面直選 這些英國人以前埋下的炸彈 如果這條片有1000個讚 我會專門做一集和大家分享 香港人在1997年回歸時 其實都是充滿著一些不安感 當時國家認為 香港只要保持與國家擁有良好的關係 對國家來有更大了解後 香港現況就可以保持50年不變 人人都說50年不變 又是否人人都知甚麼是50年不變 根據《基本法》第五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 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 即50年不變 所以所謂的50年不變 並不是泛民之前所宣傳出來的意思 千萬不要搞錯 所以香港的經濟主義不變 並不代表時代是會不變的 更加不代表國家不會變 我們背靠的國家變得越來越強大 在國際舞台上佔有更穩健的地位 所以2020年正正式式是香港轉變的一年 除了在憲法上強化了國家的意識之外 2020年的施政報告更加仔細地落實 與國家融合的方向 因為一小部分人提倡醫護罷工 香港人開始對醫護的印象變差 但其實香港的醫療制度中 仍然有很多醫護人員緊守崗位 另外港康瑪勢在必行 坊間關於港康瑪的陰謀論 相信大家都聽不少 但我只會說一句 如果你並不是從事跨境工作的人員 又或者不是頻繁往來內地的香港人 其實你是沒有資格對港康瑪指指點點的 國家有14億的人 難道真是為了你們一小部分反對國家的人 就要犧牲他們的健康 就算我不說得那麼偉大 我不說14億人 香港人呢 香港人的生計又如何呢 這些又是否由這班反對國家的人去負責呢 泛民不是很喜歡說明日戴嶼 會在不知多少年之內 掏空香港的庫房的嗎 政府都出現赤字 難道私人企業的情況會好很多嗎 正正因為這樣 大灣區的經濟優勢就出現了 國家會透過大灣區的支持 更加多的青年在大灣區就業和創業 一直以來國家都非常鼓勵 香港青年到內地工作 去到今年大灣區就業就出現了 更實際的鼓勵措施 就是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的框架 如果收睇的你是其中一個中港老闆 那就對了 記得記得支持多些香港的青年人來工作 因為接下來政府將會資助 中港公司每月一萬元 去鼓勵老闆們請香港人 如果你是在找工作的青年人 就可以更加積極地申請這些計劃 因為計劃說明雇主必須要開到萬百元人工以上 所以不論人工、待遇、發展前景 都很值得大家去試試 回歸到現在就已經23年了 在國安法的保障之下 香港政府終於可以無後顧之憂 推動同國家的融合 有人形容2020年在香港的第二次回歸 1997年的問題就由今年開始去解決 有人就會說他感到不安 情緒好像回到1997年那樣 我就真的很不明白 為何香港更加確立與國家的關係 跟隨國家政策發展 會令到某部份人覺得不安呢 接下來的香港發展 就不會再局限在香港這個地方了 香港人的眼界也不單止局限在香港 我們的視野不如一起望遠一點 望下大灣區 或者甚至乎不止大灣區 望一望整個國家的發展 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愛國者 經常打算出國留學之後 就可以將自己所學所識帶回國家 令到國家更加進步 現在的香港年輕人呢 有多少人會用這種心態去進修呢 有可能你會覺得 哇 林林林你說到貢獻國家這麼偉大 我就真的沒有這樣的能力了 那並不是這樣 我講的並不是能力 而是心態 回歸了足足23年 香港的愛國教育仍然很不足夠 所謂的愛國教育 並不是在大時大節 搖擺國旗唱歌就代表愛國了 愛國是一種心態來的 只要真正令到香港人 願意對國家有更多的承擔 才是真真正正完成回歸 這裡是NTT Media 我們未必可以 像其他網台那樣 陪你發思 但一定可以給到 最精準、最熟度的見解給你 我是林林 我們下期再見 字幕志愿者 驚嘈 字幕志愿者 詞永平 字幕志愿者 李詞